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哇这么酥脆的声音 别怀疑你也可以做得到哦 这是果线卷 在欧洲圣诞世纪上面 你就会看到有摆满了这个塞满了苹果的果线卷 最有名的就是维远纳苹果卷 现在我们站所苹果很多 所以我打算带大家来做这种层层卷起的苹果派 所有的配方跟详细的做法 我都会写在说明里头 在这里我想先带大家认识什么是果线卷 它是你看到的里面会有 莓果类啊苹果水果 把它卷进卷起来 它的美味关键是你的面皮可以擀成多宝 然后可以卷成几层 那当然这是比较职业的做法 我有做了稍微的改良 我们这些妈妈们业余点心手 也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哦 趁这个圣诞节感恩季节的来临 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做这一道点心 我们现在画面看到啊 我有用了清提子 那你也可以买合果零食 这里面就都有 但是你要另外把葡萄干清提子拿出来 先泡温水 我们在做甜点料理的时候啊 假设有果干类的都会先泡温开水把它泡开 然后再把那个水分挤掉 这是我们一般在做甜点的做法 那这里也看到我用了我们架上的有机奶油 它的颜色比较黄一点 跟我们一般市面上看到的奶油的颜色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这一款有机奶油其实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真的就是很纯的一个味道 如果你有常常比较各种不同的 相信是可以比较的出来 我这个画面啊是要做肉桂糖 我把糖然后再加上肉桂粉 肉桂粉如果你喜欢它的味道 你就可以加多一点 那这里看到是我要把奶油融化 然后再把面粉放进去炒 这个时候啊都小火就可以了 甚至可以像我这样离火搅拌 里面没有看到白色的面粉就可以 然后把它静置在一旁 然后现在画面中看到是我把切好的苹果 连同柠檬汁还有泡过水 然后把它水分再挤出来的青蹄子 然后还有我们的肉桂糖全部拌一拌 我们刚才的那一个面团啊 有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个小时左右 因为冰起来它比较不会那么粘熟 然后你要去把它擀成面皮会比较好用 那我在擀面皮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我有撒上薄薄的粉 一般都讲手粉啊 我就会把它擀 因为这是避免面团去沾黏到你的手 那在这里的配方我有稍微改了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写在说明里头的 是为了让大家在家里可以动手做成功 因为有的时候很专业的甜点 我们在做可能失败率会比较高 坦白讲 但是像我来讲 我会觉得我比较希望大家动手做都可以成功的 所以我就会试着去想想看 有哪些步骤是可以去做一些变化 那大家看到我还用了洛神花 这个蜜件在我们架上也都有 都来自台东 青蹄籽 苹果 切薄片 然后还有我们的核桃 还有我们的坚果类 比较大块的人就把它剥小一点 然后我在面皮周围啊 再抹上融化的奶油 因为这样子我到时候卷起来会比较好卷 我们刚才的奶油炒面粉啊 这个可以放在第一层 就是先把它涂满之后再铺 或者是像我这样子之后再把它加一些在上面 两种做法都可以 然后因为我是反着方向卷就不好卷 因为我要拍影片给大家看 其实大家顺着这个方向往前卷 就可以一次卷好几卷起来 然后那个收口就让它朝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放在烤箱里面去烤 所以整个的做法其实不难 那至于说面皮你要感到多饱 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你感的太饱 你在卷的时候相对的你也要特别的小心 那当然我们自己做的话 可能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做吧 然后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把剩下的苹果这些拌料 然后再加上奶油炒面粉 这个一起把它放上去也去烤 这个就有一点类似像苹果奶酥 这一道果线卷趁着现在苹果量多 我们大家充分的把它利用 可以变成像这样层层卷起的苹果派 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